在最近一月的前后可以说是太幸福了 玩不玩的游戏即将到货的各种模型 又有金刚骷髅岛 四月嘛还有四家立板攻克机动队 对于ACGFANS来说简直是嘉莲华 而在三四月的产品相继到货后 厂商呢已是趁热打铁的开始跟进下半年的产品 那么就向虾米来一起看看 最近一周里有哪些新客们 至少少女 传皮 黑丝兔 十八七 作为左翔太郎的师傅 明海装吉所变成的假秘骑士Scove 凭借着超高的人气 也加入了SHF真骨雕系列当中 作为SHF2.0系列 真骨雕基本换用了剧中皮套的造型 全身线条相比起1.0呢有了非常大的改进 从官图来看嘛 素体是直接套用了之前推出的同系列假秘骑士W的素体 整体使用了消光黑 而银色部分的金属质感也是非常的强烈 配件方面基本可以还原剧中的所有造型 水晶骷髅头和手提箱的附属配件 更是让这款真骨雕起上添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脖子上的围巾相比起1.0改进了非常多 质感慢更接近于剧中的POP模样 好啦 细数你的钞票吧 而作为自家同系列产品 题材可不是B&D开花 街头霸王系列似乎同样野性勃勃 众多角色都可以出个变 而继龙和春丽之后 近期也是公布了另一位超人系角色 加米 前卫的高刹死铺水在早期也是非常抢眼的 虽说腿骂到现在是变得很粗壮了 而作为一款格斗游戏 动作方面的幅度自然是比较大 好在这一点嘛 有万代的SHF技术支持 而一般作为刚接触这个系列的玩家 又恰好是结巴迷的话 不妨可以多关注一下 情怀也好 追新品也好 按照此系列的推出速度来看 相信嘛 可以在短时间内 收获到游戏玩家新银的角色 虾米我嘛 就非常喜欢好鬼啊 为美好世界献上祝福第二季 仅仅实话就草草完结 观众们表示没看够 强烈要求第三季 动画中各个角色各显分明 鬼出何真 斗M女骑士达克雷斯 不用上厕所的红魔族女孩 不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还是我们的智障女神 总之先来一句 麻烦阿库亚表立场吧 Freen就特别喜欢 一比四这种大比例的 兔女狼风格 高光的皮质感显得非常色气 相信厂商肯定是把所有精力 都用来刻画下半身 网眼瓦的制作非常气质 再加上这神秘比例的大长腿 相信还是有不少绅士坐不住的 但是阿库亚的脸就不是很还原了 相比起来 惠惑的面向就好很多 岔开的双腿也是非常的诱惑 而两款产品作为一个系列推出 就是不知道粉丝们会不会上入 而小说中 惠惠也是真女主地位了 就问你名字中带惠的 怎么说 怎么说 而在马上就要上映的蜘蛛侠返向级前行 HT趁热度发布了小蜘蛛的最新敌人产品 侠民我不得不说 这款小蜘蛛的造型 对于Pors来说非常友好啊 斗帽和绒布质感的外套 看起来显得自然了很多 整体服装与人偶搭配起来 显得一体成型 非常流畅 不过在一些非常细小的部分 还是会看到剪裁上的一点点遗憾 不过总归嘛是无伤大雅 而布料的服装也会在把玩上 给玩家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产品配件方面还是非常良心的 与死士一样 头罩的表情附带了三对眼部替换剑 四对替换手型 以及发射蜘蛛丝的武器配件 和蜘蛛丝的特效件 当然地台也是不会少了 而产品本身也提供了角色面部头雕 就这一点而言 HT在死士之后 给玩家带来的更多的诚意 而详细电影在推出之后 小蜘蛛的各种周边也会接踵而来 相比起疯狂输出的钢铁侠 这款小蜘蛛自制战俘 还是给了侠米我不少的好感 HT你赶紧出金刚狼3的老狼啊 不得不说 Enlyplex的路人女主系列 抓住了不少玩家的视线 在第一款是会和服版推出后 广是好评 所以厂商也是迫不及待的 提前公布了学姐的和服版 不过嘛 要等到明年二月才发售 这将近还有一年的时间 确实让玩家觉得 这个消息来得太早 Holyplex真的有这个信心 能让玩家的热情保持这么久吗 产密码自然是给人一种 非常精美的感觉 与圣人会端庄的风格不同 学姐的露肩造型 更多了份性感的古典美 不得不说 和服的花纹刻画做得非常棒 花纹随着褶皱形成的 折衡效果特别自然 为了凸显和服的华丽 上色码多处运用了界面色 整体呈现的效果 还是对得起一万两千多日元地价 只是看到玩家眼馋 急着想入也没有办法 只好乖乖等上个一年呢 Stacktory推出 《竹林轩云2》凯特后 在最近也是跟进推出了 另一位人区角色 拿文 相比去女主凯特 拿文的造型显然在做成飞个慢后 显得更加有感觉 漂浮的长袖和飞扬的头发 都让整体造型看起来更加的有范儿 而不少玩家们也表示 拿文的品相更有想卖的冲动 凯特配有描心人 而同样的 拿文也配了众里鸟库斯 除开有表情替换件之外 还包含了面具的替换脸 可活动的支架 更附出了能体现漂浮在空中造型的支架 作为凯特的同系列产品 在特定版中呢 还会增加苹果的配件 以及手拿苹果的特效件 在拿文第二C刚刚公布的这段时间里 游戏玩家的呼声也是一只好兵 看来涨价实在所难免了 不知不觉 高端零零距离开播有十年了 机智的裁断币 当然是不会放过这个特别的机会 来收一波零花钱 于是趁机炒了一把冷饭 围住了P700 RAZER TRANS AM版本 从管图来看 基本没有任何新规零件 只不过是将普通版的橙色 变成了TRANS AM版本 底座则变成了透明绿 管图中 机体表面不玩水温 这就是正版的证明 什么 你觉得这个版本塑料感太强 不过炫火 彩顿币非常贴心的同一时间 推出了透明外甲扩张配件 仅仅是包含外部装甲的套件 但却是一个普通MG级别价格 总的来说 这款PG00 RAZER 作为0010周年的第一发产品 实在是有些敷衍 希望财团币 趁这个机会 把剩下的几台主角机 早日MG化吧 好了好了 各位的老婆又一次出现了 不知道是不是周年婚纱版的索丽子 在前段时间大方异彩 婚纱主题的手办 也是接二连三的出现 作为各位老生生们 一口一个老婆的雷姆 在最近嘛 也是公布了婚纱版 而这款婚纱版 虽然不是那么的华丽 但是有人是肯定了 厂商们的设计 可不管为不为何 美丽动人 哪都是一辈子的事 笔记里搭配卷花边 波浪小短裙 掉的白丝 合着看破不说破的腰间细带 雷姆讲机 可以像动画中文文尔雅 也可以像现在这样 即便如此诱人 也是一脸纯质的表情 伸出左手 仿佛是在向玩家发出邀请 虽说各种表现都较为合格 不过头部的丝巾 还是显得有些保守 如果能在边缘部分 加上一定的花纹 作为装饰的话 相信整体效果会更加好的 最后下面讲说说 最近发售的女神唯一录武 不得不说 这一座的美术风格 依然是太对下面我的胃口了 阿门库尼变强的游戏发售之前 红目了这款P5女主高转性 本座是以外套为题材 会各位角色设计造型 相信主角这红色紧身皮衣 应该是参考了些猫女的造型 油光的皮衣显得像是某种主题不类 这个蓝链设计也太直接了 小孩子看了根本把持不住好吗 而面具下嫩白的小脸蛋 也是让虾米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具现的角色可爱 又表现的性感生命 搭配耳朵上的珍珠耳饰 还是想说神社实在是太对我的胃口了 而整体产命虽说是油光的效果 但整体形成的钢琴机质感 显得这款产命十分的别致高级 介绍到这里 虾米我忍不住开始游戏了 第五刚拿到盘还是热乎的 虾米我真的是已经迫不及待了 不过在节目最后嘛 还是要总结一下 在最近的前后几个月时间里呢 虾米开心坑也是跟上了去年年底的步伐 早期爆的产品也都陆续到货 而厂商们丝毫没有打算 让各位小伙伴喘一口气 厂商们的产品也是每天都有新发现 这里下面我还是要说 各位小伙伴们呢 看准喜欢的东西在出手 千万不要冲动消费